搭乘游乐设施放声尖叫游乐园是学生 碧履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但现在屏东一所活中 有学生家长对他们安排的行程相当不满 看到其中一餐吃素食 气得让他直呼 平常根本不让女儿吃 这也迅速在网络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就是平常不能吃碧履才要吃 甚至要家长学会放手 第二天的木榨动物园 更多人是聚焦在行程安排上 第二天参观台大校园引起最多讨论 有人说台大竟然变成碧履观光行程 实在太有创意了啦 原来那是景点 看看这天的行程几乎是不用成本 来做一个导览说明 那我们当中也有几位是我们的校友 那整个的一个行程点 也有非常透明的跟家长来做说明 那也有家长的同意书 校方亲上火线一一说明 更强调三天两夜的行程 出发前都有取得家长同意 整个公开透明 尽管这回传出有人不满意 但其实大多的家长还是力挺校方 觉得花四千九百元 让孩子在青春留下美好回忆没有遗憾 才是最重要的 华视新闻完简佑林中梦翰评论报导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